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儿燕 现在的录影时间是礼拜三 早上的11点16分 目前涨110点 连涨第三天 开红盘之后 连涨起三天 三天下来涨了快500点 480几点 那为什么会涨那么凶 那无非就是丑马已经洗得很干净了嘛 过年前 外资 融资 大家都在买股票 加权指数跌得快1000点 OTC跌得快2000点 相当于上市的部分 罗贩冷清淀 外资在过年前七个交易日 卖了1165亿 融资也大减了365亿 想要卖的都几乎卖光了 所以才会造成过年后 连续三天的大涨 可是行情会就这样上去吗 昨天美国股市是拉尾盘 所以道琼昨天 刀琼昨天 刀琼刀起来 刀琼涨了371点 纳达克涨了1.28% 分成包包比涨了2.4% 所以昨天科技股尾盘的拉升 因为财报力多 那现在美国在超级财报 台湾这边开始陆续发布 1月份的营收 营收发布完之后 接着第四届财报 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发布出来 包含去年全年的年报 所以财报的消息 主导着各股的行情 也对于大盘有一定的影响力 那昨天美国科技股强势 带动今天台北股市的科技股 跟着水涨船高 那我昨天跟大家谈过 道琼这波谈上来之后 马上面临半年线跟月线的压力 所以道琼会直接这样上去吗 我个人认为震荡的局面还是居多 那纳达克谈上来之后 马上也面临月线跟年线的压力 所以纳达克还是要反复的打底 那台北股市的部分 我昨天特别把时间周期 来跟大家做分享 时间周期的部分 最近这7个月以来 从去年4月到现在 周期在走一个36天的double 你看第一波涨36天 回档double64天 那紧接着两个波段33天33天 总共达64天见高点 开始回档修正 那目前回档修正 大概只有20天左右 所以时间还没有完全消化完 那时间还没有完全消化完 指数要直接这样供上去也不容易 所以个人认为 2月份行情指数还是以区间震荡为主 尤其外资过完年之后还继续在卖 从过年前到过年后 9个交易日外资已经卖了1229亿 所以外资在卖股票 它也不会让大盘那么轻松的往上攻 所以重点还是在各股 2月份行情你不要担心指数 指数有压回都是好机会 趁压回的时候 布局全新的主流 插股票就不要再去堆了 我经常这样跟大家提醒 涨高不要追买底部的GEO股 这样你才可以避开高涨的风险 底部风险小 一旦涨起来利润空间就会很大 我们看一下今天成交量的部分 今天大盘预估量3116亿 目前指数涨101点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日本涨246点 南韩涨0.5% 今天亚洲股市整体表现也是呈现上涨 可是幅度也没有说特别强 那在资金分配的部分 今天资金重回电子股 电子股占了64% 韩股马上从昨天的26%缩水下来 剩下17%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韩股的部分 我经常讲有钱有行情 没钱就没机会 那金融股剩下3%的成交量 所以金融股今天全面软趴趴的 只要跟大家讲过 金融股不要再一堆了 富邦金国泰金 我们都已经贪成超级了 那都已经赚一倍了 再追高也没意义了 对不对 你看富邦金我讲完之后 整个杀起来也谈不起来了 那国泰金也是一样 终于已经起超级了 加上今年金融股的获利 恐怕没有像去年来的那么精彩 所以金融股今年我就不再建议了 韩股昨天大涨之后 今天量失去了 你知道昨天 韩股的成交量里面 法人买的其实并不多 主要还是以当冲为主 昨天长龙阳明万海 几乎高达六十几% 都是当冲使然 那既然都是当冲使然 连续两天大涨之后 整个行情很容易出现回档 在整个时间周期部分 我昨天也跟大家探讨过 长龙阳明的时间周期 都在走一个33天的周期 33天33天上来 长龙也是33天34天上来 所以目前长龙阳明开始进入 全新的上涨周期 那是不要急 行情没有天天涨了 连续两天大涨之后 今天量一缩 那么等押回再买 押回是好机会 长龙阳明如果押回来 价格点到的时候 要懂得买 那你如果不知道 几块钱可以买 那欢迎加入我们行列 我来带着你一起来买 钢铁股的部分 今天也相对是比较强 可是占大盘成交比重 只有1.9%而已 量要不高 所以今天只呈现小涨而已 那昨天美国股市最强的股票 有没有发现到 昨天美国股市最强是 美国旅业 美国旅业 美国旅业昨天股价又大涨9.7% 盘中一度飙到10.5% 因为昨天有传出来 德州 德州有个基金 德州有个基金 打算要并购 美国旅业 所以美国旅业昨天大涨 昨天国际铝的报价也是持续创新高 创13年新高 在过年前我这一直跟大家提醒了 铝跟镍的报价要特别注意 昨天铝的报价又持续创高 已经来到13年高点了 库存持续减少 已经剩下77万 77万顿 那镍的报价也持续在走高 所以美国旅业 已经到23年高点了 那昨天又大涨9%之后 整个喷出去了 美国旅业最大股东 当然就是大成钢 所以外资连续两天 大买大成钢 买超排行榜都排在前三名了 连三倍两天 外资连买两天 大成钢我们在过年前的时候 44块钱就开始跟大家谈了 44块钱我就开始跟大家谈大成钢了 国内最大的铝链供应商 也是美国最大铝链的经销商 尤其子公司 美国旅业大涨超过11倍以上 但不止了 昨天又涨9%之后 这个涨幅更大 所以收费最大的就是大成钢 所以大成钢 我们讲完之后 外资这两天也开始在大买 中国股票走的未来 有的都是Q 你看都是完全没有涨底部的起涨股 这是完全没有涨底部的起涨股 所以你要去找这种 都没起的有大力多 尤其获利创新高的 风险小 相对利润会来的比较大 塑胶股的部分 油价昨天是回档 不多啦 油价长期还是看好 今天塑胶股相对是比较弱 那塑胶股里面 我个人比较注重的是 国桥的部分 国桥外资最近也是连续两天开始买了 昨天外资买国桥买了4,074张 那看完盘第一天 礼拜一买了2,457张 那这种股票几乎是没什么风险 去年一股可以赚到快7块钱 本比只有三倍而已 每股净子才高达35块钱 净值那么高 获利那么高 股价缺那么低 向中股票未来只要资金持续流入 每股净值36.4元 只要资金持续流入 后面的爆发力不可小看 我们来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市场资金重回电子股 那重回电子股 电子股很多都出现跌升的反弹 股价面板 在基板的部分 西星 南电 景硕 分别都上涨2% 4%到6% 那过年前西星也跌的蛮多的 也回来一波 包含南电从620元跌到470元 一掉下来就是150元 所以在股价风险是很大的 可是这三档各股 我个人认为价格单价还是偏高 所以也不建议大家去追 电子股你要去找 基其低的 那最近跌升的联勇 因为昨天情景光电又涨2% 连专2天起4% 所以面板驱动IC的部分 连勇 细创 敦泰 今天全部都反弹上来 可是我个人在算时间的部分 连勇的时间周期也未走完 这边走了45天 涨上来45天 到目前为止 回档45天还没有结束 还有一些时间 所以短线上还会打底 所以不要急 等打底结束之后 可以买的时候 我会出手 到时候我们再一起买 那台积电 外资持续又在卖 你知道外资最近这段期间以来 卖台积电已经卖了7万多张了 之前在高档买了9万多张 现在卖了7万多张 几乎是追高又杀低 几乎是追高又杀低 那我也给大家看过 台积电的ADR已经跌到12月的低点了 连电ADR也跌到去年7月的低点了 外资再卖连电毫不手软 毫不手软 今天相对比较强的是 日月光 今天日月光涨2% 可是日月光的ADR也已经回到10月份的低点了 所以LongMindGib最近外资也在调节 这个对于大盘的压力都会逐渐形成 所以这些股票我都在注意当中 真的可以收到的时候我会落下 你们放心 那反而在记忆体的部分 相对是比较受贿的 所以这两天 华邦店 南亚科 旺宏都会在调节 那旺宏昨天外资 买了9689张 那今天有出现回档 回档好啊 我希望他回多一点 回多一点才能够减便宜货 那旺宏目前出现了一个跳空缺口 这个跳空缺口如果不补的话 那就会形成突破缺口 当形成突破缺口之后 后面行情就有一波喷出的行情 所以旺宏我个人是比较看好的 旺宏有软可以Q 那今天群联也不错 涨了4.6% 这次群联从500元下来 跌蛮深的 从500元跌到430 一掉下来掉了快100块钱 那今天出现反弹行情 今天很够够够够够够了 今天大家市场都在抢面板股 从群创有达到彩晶 因为大家都真的看播出 今天《经济日报》头版头条 美国扩大制裁大陆的面板厂 台湾又有转单的效应 每次这种耸动标题出来之后 就会迫使投资人去追股票 今天又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你看彩晶昨天2万张 今天4万6千张 友达昨天6万8千张 现在已经11万张了 群创昨天6万3千张 现在也11万2千张 面板这个地方价格是很便宜 没有错 可是我还是要提醒你 爱睡你 你看面板我们在过年前 逢高卖出卖得很漂亮 相对的价格是低廉 价格是有刺激没错 从19.8跌到16.6 去年美股获利应该有机会来到6块钱 美股净值也高达28块钱 所以价钱是很便宜 可是外资1月份卖了24万张 开用盘肉连续两天还是持续在卖 那我比较关心的是这个消息 在过年期间 南韩LG发布第四季的财报 销售额增加 可是获利却大减两成 代表面板价格确实是在修正中 那南韩LG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相对的 对于友达群创第四季的获利 恐怕也会下修 所以既然有这样的隐忧存在 那就不要急着去买 不要随着市场去起舞 让它打底在一段时间 真的可以休息 群创我还不会再回来 不要急啊 那今天红杰科跌的就比较多 昨天发布一月的营收 一月营收大减了三成 所以股价你看 现在股价已经从将近200块 跌到剩下112 所以最高是不是很危险 行情炒作是人家的本事 价格最终会回归它应有的价值 所以你要经常去判断 每一家公司它的合理性 合理价格是在什么地方 价格偏低 它就有投资的机会 价格溢价过高 相对风险大 该币你就要币开 昨天比特币概念股 比特币昨天又大涨 已经占上四万四千美元了 所以比特币概念股的部分 连续两天大涨之后 这两天表现都还不错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今天高尔夫球族群明安又喷出了 明安目前大涨了5.7% 持续在喷出 你看我过年前就跟大家讲过了 每年第一季都是高尔夫球的旺季 我当时讲的时候 73块、74块 现在已经87块 已经87块钱了 大田也开始上来了 目前大田是涨2块钱 比较慢一点 可是大田的获利是更好的 大田后面的爆发力 绝对会超过明安 明安古尼贪高口银 大田古尼应该可以贪到21块 所以说后面的爆发力不可小看 所以你要去找这种底部的 过年前、过年后 两个不同的世界 会有全新的主流 我在过年前就已经一直提醒你们了 比特币概念股的部分 今天是华钱比较强 那华硕、技嘉目前都在平盘 华硕今天未来 有下来都是买 这没什么好说的 去年美股获利高达60块钱 我个人长期还是看好的 那技嘉 好像有点快被洗掉了 因为有算时间 时间还没走完 可是最近头信一直在买技嘉 最近头信一直在买技嘉 被头信买上去了 最近头信在买技嘉 所以把技嘉给推高上来 可是时间周期没买完之前 我个人的操作是不追高 有压回 时间结束我会买 那时间如果还没有结束 你去队管电路 比较危险在的 所以不建议大家去追 但基本面没有变 技嘉连续两年美股获利 应该都有挑战两个股本的实力 可是还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不要紧 你看最近头信一直在买技嘉 技嘉是被头信买上去了 没关系 我们还是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今天技嘉目前跌了一块半 对国际目前是小涨四块钱 四块没多 对中四八块的股票没多 这波跌的够重 然后外资在高档 五百块上面花六百块 下落后开些台股票 我前两天给大家看过 日本的太阳诱电已经破低点了 那国际会不会来破低点 我不知道 可是当时间还没走完之前 任何可能性都有 直到时间周期消化完毕之后 那个低点才是真正的低点 所以国际不要急 可以去买的时候我们再去买 新的一年有全新的局面 继续去找底部的起涨股 不要随着市场消息起伍 对低谱的股票搜 最起码安全嘛 对不对 那一旦成为主流行情一起来之后 你要赚个30%要赚个50% 机会就很大 欢迎加入我们行列 股票我来找 我们一起来操作 一档一档30%50% 继续来谈 我们的负担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 可以判断限限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